我是羅太,今年我72歲 經醫生診斷,我有腰椎管合責 經醫生做了微創手術 我現在慢慢康復 大約11歲左右 已經發現腰骨是S型 因為用重東西,用書包 到年長的時候 開始有腰痛的毛病 一直是不以為意 腰部的問題是時好時壞 六個月前是鼻和腳痛 於是醫生為羅太做了磁力共振檢查 結果確診是腰椎管狹窄 即時幫他安排做微創手術 長年累月使用的各隻椎會引致老損 其中一個比較常見的退化情況 就是腰椎管狹窄 在狹窄狹窄的情況 因為周圍組織的增生 另外黃印帶的增生 以及椎間盤突出 就會令到整個椎管的空間收窄得很厲害 病症就是他醉了走路沒有什麼 但他走走走的時候 腳就會開始覺得痛或者腳鼻 他會越來越痛越來越鼻 或者是沒有力 接著他就走不了 就要停一停休息一休息 當他休息一段時間之後 他又可以再走一段路 除了年老退化 醫生說從事體力勞動的人 因為整天搬重東西 會導致腰椎勞損長出骨刺 令腰椎管越來越狹窄 早期的腰椎管狹窄 可以靠食指痛藥舒緩 但是如果情況嚴重 就要透過微創手術治療 我早上做了手術 晚上我已經可以下鼻走幾步 第二天被醫生看過 我已經可以出院了 如果微創的治療 我們叫顯微內視的椎管減壓手術 只需要一個很小的刀口 我們就可以放一支圓形的掀開器下去 然後在顯微鏡底下 我們只需要在椎板上開一個細孔 在椎管裏面固著神經的 增生的黃印帶 或者增生的骨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走 從而達到一個減壓的效果 很多時大部份病人 其實到夜晚已經可以落地了 大部份病人可以出院 羅太說治療之前 每行幾分鐘就要停下休息 或者要朋友扶住才可以繼續走 做完微創手術和物理治療之後 現在行動治癒 上下樓梯都沒有問題了 特別感動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天 大家可以脫下我們的口罩 脫下我們的豬嘴 一起在煲底下面相擁 去迎接我們戰勝的一刻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打工仔 也都要盡好這個選民責任出來投票 我職業是做全球供應鏈管理 我是一個香港人 全新精靈的支持 可不可以投獻 感谢观看